哈喽大家好,我是Winsky,我们的区位验证码课程又回来了 上节课给大家介绍了一下iOS应用的生命周期 然后这节课呢会给大家介绍我们的UIKIT中最主要的一个部件,也就是UIWILL 然后呢今天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基本概念 然后当大家了解了这些基本概念以后呢就可以开始着手使用UIKIT了 那什么是UIWILL呢 UIWILL呢是我们在iOS开发当中所有的页面元素的积累 积累这个概念大家如果有面向对象的编程基础的话应该都比较明了 所以我也就不再说了 然后呢下面所有显示在页面上的元素在程序层面的基本元素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当我们去编写一个iOS应用的时候 我们的用户在我们的页面上看到的所有东西 在我们的程序里面当我们去写这个程序的时候 它都是UIWILL即使它不是UIWILL它也是UIWILL的子类 UIWILL其实是UILayer的一个封装 至于UILayer是什么这是一个比较高层次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面就不去过多的讲解了 大家就知道在初级阶段我们去开发一个应用 你在应用上所有你看到的视觉元素在我们写程序的时候 它都是一个UIWILL即使它不是UIWILL它也是一个UIWILL的子类 这就是我们的UIWILL 然后呢这个UIWILL会有很多的属性 然后在大家对Swift因为已经有一些语法上的了解 所以应该明白一个属性是什么样的意思 嗯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个UIWILL 然后呢当然是在我们的程序中了 然后我们还是打开我们上一节课大家看到的我们建立的工程 嗯我们使用还是我们的interfacebuilder 然后快速的来创建一个UIWILL 我把这个缩小一些方便大家去观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侧边栏的这个位置 就我现在鼠标的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去拖拽一些UI元素 然后到我们的WILL里面去 大家可以看到UILabel UIButton 然后呢这些都是我们UIWILL的一个子类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基本上所有的空间都是我们UIWILL的子类 然后因为不太好找 所以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用来搜索吧 然后我们一个UIWILL看到了吗 我们只需要拖动 然后就可以把它拖拽到我们的storyboard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WILLController 然后呢我们把它拖到了我们这个WILLController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通过拖动 然后来确定改变它的位置 所以说Interface Builder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 当我们的页面比较简单的时候呢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Interface Builder来进行我们的页面布局 但是这个有两个前提 一个前提呢是我们这个页面比较简单 而且这个页面没有过多的动画 这些一些高层次的东西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你是一个人在作战 而不是和你的队友一起在作战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你在和你的队友一起来维护这个应用的话 请不要使用Interface Builder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忠告 因为当你涉及到版本管理的时候 Interface Builder会坑死你的 但是对于一些简单的界面和一些 大家初学时候的练习 用Interface Builder是没有问题的 它可以非常方便的让你直观的看到我们这些will的组织方式 然后也可以让你非常方便的改变它的一些属性 然后大家现在这个UIwill是透明的 所以我们并看不到它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现在已经蓝颜色高亮的这个图标 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设置我们当前这个will的属性 为了方便大家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background 就是它的背景色 然后我们可以改变一下它的背景色 可以改成红色 然后 我觉得刚才有一个漂亮的绿色 哦 不好意思点错了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 好就先这样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UIwill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这个上面表现为一个长方形 当我们没有特殊标志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UI空间其实都是长方形的 我们运行一下模拟器看一下效果 OK 大家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应用 然后呢我们当时拖了一个UIwill上去 这个红色的方块就是一个UIwill 这个蓝色的 不是蓝色 这个绿色的部分也是一个UIwill 这个UIwill是属于我们的will controller 然后呢 这个红颜色的will是放在我们的这个绿色的UIwill上面的 大家可以理解为它们是一个叠加的关系 它们之间是有一个层次关系的 嗯我们可以继续来做一些事情 可以改变一下我们will的大小 然后呢我们可以再放一个will上去 我们这个will放在了我们这个红色的will上面 然后呢我们可以再放一个与它并排 然后呢我们甚至还可以再放一个放到我们这个上面的里边 然后呢我们再改一下它的颜色方便大家看到 我们用这个绿色 OK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will其实是一个有树状层级关系的 大家可以在左边的这个边缆里面看到 我们整个的这个will以一个树状的结构来组织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will都是放在另外一个will上的 而那个will呢里边可以放一些will 而它也是在另一个will上的 这就是我们will的层级关系 我可以给大家再运行一下模拟器看一下效果 看到了吗 我们这个模拟器 可已经展示了我们刚才给大家做的这些UIwill的一个叠加 然后呢我们的插扣的有一件可以说神器 是我们调试UI页面的 然后这个工具呢 可我记得应该是插扣的七才或者是六七才有的吧 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按钮 当我们运行完模拟器以后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点击这个按钮 点完以后会有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 我们的应用中止了 然后呢我们关掉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应用 被放在了我们的这个屏幕的中间 当我们去拖动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工具可以展示我们当前正在运行的应用的一个will的层级 它可以让我们非常方便的去用来调试 比如说当我们放了一个UI label 但是我们看不到这UI label 然后我们就会很奇怪 这个UI label哪去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工具 然后你也许就会发现 其实是一个will盖在了我们的这个UI label上面 然后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它 因为这个层级的结构 我们上层的UI label会挡住下层的UI label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白色会挡住这个红色 而这个红色呢会挡住这个绿色 这并不是说下面绿色不存在了 只是它被挡住了而已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地方非常明白的看到我们的这个层级结构 侧面的这个边栏里面 大家看到了吗 这样树状的结构 像这两个白色的 它们俩是平级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们俩的箭头是处于一个水平线上的 大家可以理解为处于一个水平线上的这个will 它们俩是平级的 也就是说它们俩是没有从属关系的 而它上一级这个红色的will 它是拥有我们这两个白色的will的 我们在IOS里面呢 有一个专业的术语 这个术语叫做subwill 也就是说这两个白色现在是这个红色的subwill 而这个红色呢 是我们这个绿色的subwill 而这个小的 小的绿色呢 又是我们这个白色的subwill 然后对应的subwill呢 我们还有一个名词叫做superwill 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这个白色 就是我们这个绿色的superwill 我们的红色 是我们这两个白色的superwill 相应的呢 我们这个绿色呢 自然就是我们这个红色的superwill了 我想大家现在应该已经明白我们这个uiwill的层级关系了吧 就是非常的简单 它们是有一个从属关系的 然后以一个竖状的结构来排列 OK 我们停掉我们的应用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storyboard中来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uiwill的排列 以及它的从属关系 然后介绍了两个名词superwill和subwill 然后还有它们这种竖状结构 接下来呢 我们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frame 这个frame呢 是我们uiwill的一个属性 这个frame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尺子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will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有xy 然后white和height 这四个东西组成了我们一个wheel的frame 也就是说我们frame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当前wheel的一个横纵坐标 大家应该很理解横纵坐标是什么东西吧 然后呢 另外呢 它还包括我们当前wheel的size size就是长以及宽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wheel都是长方形的 它有一个坐标 然后它有一个长宽 然后就可以确定它的位置 以及它的大小了 然后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红色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x轴是70 然后y轴是39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 我这个鼠标 白色的手这个位置了吧 这个位置的点 就是70和39 也就是说 我们wheel的frame的坐标 是表示我们这个wheel的左上角的位置 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我们在iOS开发时候的wheel而言 它的左上角的坐标是00 然后我们这个wheel相对于左上角的位置 就是70和39 也就是它的坐标 但大家要记住一点 而且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我们的wheel的frame的这个坐标 是相对于它的superwheel而言的 而不是相对于我们整个屏幕而言的 因为这个绿色的是占满全屏的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frame就是00 而它的长宽是我们整个这个屏幕的大小 而我们这个红色的呢 它是我们这个绿色的subwheel 所以呢 它的frame的坐标 也就是这个70和39 是相对于它的负极wheel来说的 也就是相对于00来说的 而它的大小就是当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小 其实大小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该多大就是多大 然后呢 但是坐标点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一个相对位置 而不是一个绝对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点击白色的时候 大家可以猜一下它的坐标大概是多少 大家可以现在在脑子里回想一下 然后当我点击的时候 可以验证一下 你想的对不对 看到了吗 x是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wheel 现在它是相对于我们这个红色的页面来说 相对于我们这个红色的wheel 它的左侧是跟我们的红色wheel是齐平的 所以说它的横坐标就是0 然后它距离我们红色的上面的这个点 也就是我们红色的左上角的这个点 有50的距离 所以说它是一个相对坐标 然后呢 当我们点击这个绿色的时候 大家再考虑一下 这个绿色的坐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值 然后呢 当我们点击的时候 你可以再对比一下 大家看到了 外值变为0了 很明显嘛 我们这个绿色的 它的上沿 也就是它的左侧顶点 其实是跟我们这个 白色的这个wheel是齐平的 所以它的外坐标是0 这个很好理解 然后呢 它的横坐标是19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点距离我们右边 左边是19 然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块改 我们可以改成30 大家可以看到绿色就要动了 大家看到了吗 绿色动了一下 所以说interface builder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它可以直观的让我们看到变化 只要改变数值就会有变化 我们可以随意改 改成80 然后这个也改成80 它就变成一个方块了 对吧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就是我们frame的概念 这也是我们在UI开发的时候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只要你搞明白了这个 你就可以通过UIwheel 组合出任何你想要的页面 OK 这节课呢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UIwheel 然后呢 给大家介绍了这个UIwheel的相对性 然后呢 还介绍了一个UIwheel非常重要的属性 也就是它的frame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呢 就这两点 我们已经给大家讲清楚了 UIwheel是一个竖状结构排列的 然后它们有层级关系 然后呢 也给大家讲明白了 UIwheel的frame是一个什么概念 然后呢 在下面的一节课里面 我会给大家介绍 UIwheel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属性 然后呢 这些属性可以去控制 我们这个UIwheel在页面上显示的 可以说不同的样式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旁边这个测栏里面 就可以看到一些 但是它毕竟还是少数 还有一些其他很多很多的属性 我们可以通过代码去控制 而不是在interface builder里面来控制 interface builder并不能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 所以我之前才跟大家说了 interface builder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但我们并不能完全的去依赖它 OK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课程 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课程 我是Winsky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